艾菲尔老师 哪些星座在今年下半年要小心 面临重大的关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2024年下半年要小心 面临重大关头的星座朋友 有三个星座上榜 那请观众朋友特别小心 这是一个叮咛跟提醒 如果有上榜的话 就注意一下避免那些 不好的事情发生 太阳上升第三名 如果是双鱼座的朋友 要特别小心啦 那么双鱼座朋友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是 现象是什么 是财运的风波 而且会有债务增加的状况 那么双鱼座在下半年 有可能想要买车子 或者是说有一些 这个房东要涨你的房租 或者是说你的一些运用资金 可能会出现一些短缺的现象 那么债务的状况 一定要注意 把它做一个有效管控 否则财运的风波 会不限的扩大 那么债务增加 也会增加你的这个 偿还的一些经济压力 所以这边提醒双鱼座的朋友 财运的部分 会是一个下半年卡关现象 来第二名的朋友 要面临的重大关卡是谁呢 双子座 双子座的重大的关头 有哪些问题呢 是属于车祸的安全 必须要注意 那么双子座在这个农历的 七月期间刚好呢 你的守护心是一个逆行状态 所以整体来讲呢 这种思虑不清楚 或者是说旅行交通 所产生的一些 这个意外风波会 这个可能性会增加 所以提醒我们双子座的朋友 这个车子的保养 必须要定期 或者说你一些车子的保险 人身安全的保险 在这段时间 必须要把它落实 避免一些这个交通意外 造成的一些生命跟财产的损失 来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坑上升 面临的重大关头的是谁呢 是狮子座的朋友 来狮子座朋友呢 要注意哪些现象 提醒观众朋友 是注意心脏的问题 并且呢 也有一些血管毛病的现象 会变得明显 那么在下半年 尤其是进入秋冬的时节 那么一些季节变后 季节的一些更替 可能会有一些心脏不适 或者说冷热交替 造成的一些心血管疾病 这边提醒狮子座朋友 做一个健康的检查 尤其关注你的心脏 避免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找上你 来双鱼座 双子座 狮子座 提醒你 谢谢老师 太阳瑜了 身体健康 强哥 好关心你 谢谢 听说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突然转念想去住养生村 我有一天在家里 夫人我是穿那个木鸡 穿白鸡 去拐住 你哪里的人又穿白鸡 对 我有人爱穿 我一小孩我就爱穿白鸡 拐住了 我穿起来 穿起来 不怕 在家里 结果拐住 膝囊穿起来 为什么 穿起来不怕 不怕 连买下去 吃一个饭 背不起来 有一天我一个朋友 她也很有钱 她也是那个 办公室的工作小姐 拿起来 去买几岸 进去家里 她也选择去养生村 她就给我捉手 她说来 紫团来看 来 参观一下 结果我就去看她 一大一 一般人大家都说 养生村 一定要这样 臭味 臭毛毛 还是生老病死 那种不怕 他们那个地方不是 他们那个地方都会走 才可以进去 要治理 还有财产有几岁的那种 那我就不知道 结果去的中间 我觉得说还不错 因为这种环境很适合我们 以后我们如果说 比方说 我要来住的 我也要买一间 小套房来养生村 但是人家养生村 那里面没办法让你穿插鞋 好 你做了 我跟你说 那里面 里面的空间都是你自己的 你进去之后 你把他观看 你洗衣机 冷气机 还有你的印象 你不要你都可以换 你只要跟那个 里面的那个主管报告一下 在那边有人照顾 早上高点 听说有人去乡房 晚上还有唱卡OK就进了 晚上去看看探视 给他摸一下 对 我穿过 我就是跟他说 他也不错 他以前 我们现在看起来 又很健康 乖竟来住也不错 下次我来住 更加一个 更不胖的位置 我也会做好 特地你来去 是喔 你来去吗 对不起 那个我是愿意 讲实话我是愿意 非常的好 年纪到时候是学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把 安养院跟养生村 没有搞清楚 而且住在里面 不是什么被关起来 你每天可以请假出去 出国一样晚 到时候人家请几天都要讲清楚就好 但是我去观察这个养生村 或者一般比较好的这个养老院的话 很多老人家跟我说 你还是要有家人常去看 是 或者你懂得做公关 跟里面的照顾的服务人员 关起来搞好 不然的话你是会被排斥 甚至会被孤独化 让他知道说 你还是有凹桃厨的啦 还是有很现实的那一面 是啊 我可以成立一个娘家公司 我做你的凹桃厨 我做你的凹桃厨 你就每天都怕说 我就这个人阿姊 对啊 我这个人阿姊 对啊 好 不错 这在日本已经有这个行业 真的喔 对 他就是因为就是 他就是发现说养老院里面 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有些家人比较关注他 或者本人比较懂得 像说上苏律师这样子 像写遗嘱一样的 他就会在他的费用里面 有拨一个这个款式 委托这一家公司 那这一家公司就当他的家人 他就经常 三不五时派一个人去说 我是你女婿孙 我是你表嫂的 女婿嫂我是你什么人 来看他 但是强哥 说你还有一个烦恼 什么烦恼 说你看过朋友 树葬以后 你本来也想树葬的 后来你看过朋友树葬之后 你决定要像爸爸一样 找一块风水保地的塔位 对 年纪到了 我是破坏了 心情比较低落了 开心这种事情 我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外跳跳 我还不过去喝咖啡 说结果一哥两个位 他早就说走起了 哦呦 结果走起之后 我就去看他到底是台湾什么地方 结果他跟我说 他是树葬 我说不要听过这种树葬 你听就对人去阳明山上看他看 吃太多了 这样整群 他还蒸在那里 来其中 有花葬啦 树葬 极存啦 用玉米酥的杖 把它包我们的骨灰 把它蒸下去 一年一年 把它分化 到三年以后 那位 就要扭拨 再蒸 我跟他蒸 这样不好啦 我感觉 我这样 要是找不到来自我 我会怕 我会怕 你知道 上头台是谁啦 他说台湾就没关系啦 台湾就没关系 台湾也撞不住 是喔 你要去住顶楼 Penhouse就对了 我去住Penhouse 我又说他听 结果我看一看他说 这种我比较不适合 结果我看我爸爸 放在车園园里面 车園园里面有黄米豆 有关西櫻 有市民 我如果要去看他 都要去见过他拜拜 我爸爸坐在佛祖的旁边 这样 还跟他坐在佛祖的旁边 闭门 很轻松 进去还可以吹冷气 有时候还黏筋让你听 这种相机会烂的 我相当地说 现在很贵 贵贵你也要贵贵去 你快要去燉 那没关系 那都放心 到时候我们都会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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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这样想一想 所以说 老板有那个机会 我希望他还选一位更好的 来去那儿坐 槌 冷气 不然可以听你们的唱歌